那这期视频呢就来看一下这个3090背面散热器 那这个散热器呢就是直接加工好就拿来用了 并没有经过任何的表面处理 比如喷沙阳激氧化 如果想为了更好看一点的话 之后回去弄这个阳激氧化 不过现在也就将就用一下吧 那么这个风扇呢 我就是用了一个铝板 通过这个拧到散热器的本体上 再把这个风扇固定起来 然后用了这个螺丝和这个双面胶 那风扇用的是笔记本这种涡轮风扇AVC的 价格也比较便宜 转速呢也比较快 风量比较大 那散热器装好了之后呢 就和普通的这种涡轮显卡散热器差不多 只不过是镜像过来了 那么拆完了它这个散热器之后呢 我也把它这个导热垫的残留给清理掉 因为我是不打算用导热垫的 其实技嘉大雕这个散热器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是均热板设计 这个散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把显卡的PCB直接放上去 拧好 装好 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一个塞尺 然后用塞尺去量这个显存和散热器之间的这个间隙 那么我量出来是0.8和0.75 那加起来就是1.55 然后再把显卡拆开来 把这个显卡表面和散热器表面都擦干净 为了更好的导热能力 我这里用的是铜片加硅脂 代替原来的导热垫 那么这样做到底能提高多少导热能力呢 根据某UP视频里的初中热力学公式 把这些数值带入 P等于3090单颗显存的发热量 数据来源于GPU-Z 200瓦除24约等于8.3瓦 A就是显存面积 DX就是刚刚量的1.55毫米 等于0.00155米 然后求这个温差DT 如果用的是导热垫 这里取莱尔德9万型号的7.5瓦导热率 当然实际肯定达不到这么高 那么算出来将会有10.25度的温差 如果我这里用的是1.5毫米铜片 硅脂填入剩下的0.05毫米缝隙 铜的导热率取400 硅脂取6 那么这个温差将会降低到0.59度 这个提升是相当大的 最后呢就把显卡PCB装到散热器上 那么这个背面呢为了更好的导热信呢 我也没有用这个硅脂电 用的还是硅脂 然后用这个背面散热器直接压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获取最高的导热信 供电的背面呢 就用这个导热垫给它填满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把这个背面的这个涡轮三十七给装好 这个四个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那么装好之后呢 整个显卡也变得非常重 这个时候装进机箱呢 就一定要用这个显卡支架了 不然就会压坏主板 最后再用透明胶把这个散热器给封住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这个风道 这样才可以把热量完全给带走 然后接下来进行这个温度测试 那刚刚那个大雕呢 因为太重了 我没有办法把它装到我的这个主机上面 所以呢 我又拿了一张这个技嘉的这个VSER 进行一个测试 改装部分其实都是一样的 也是铜片加这个背面散热器 可以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有可能这个VSER的这个散热器 本身比这个大雕的要差一些 那么开机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28度和这个34度 这个显存温度 而且比这个热点的38度是要低的 然后再来用这个热成像 看一下这个显卡表面的这个温度 大概是28左右吧 然后因为我这里也没有温度计呢 我就也用这个热成像 看一下我这个地方的室温吧 在26度左右 然后第一项测试就是这个Fullmark 那这个已经是跑了十几分钟后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可以看到这个核心的温度58 显存60 62 这个差的不多 然后这边的这个显存功耗在144 145瓦 这个功耗也是比较高的 那可以看到这个温度表现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风扇也只是一个默认转术 它只有60% 是显卡自己的默认策略 然后再用热成像看一下 那这个表面温度也差不了多少 接下来呢就进行一个挖矿测试 然后首先在这个控制风扇里 我把这个风扇调到满速 因为刚刚这个背面的那个涡轮风扇 我是直接插在主板上 所以现在由主板来接管它的调速 调满之后呢 这个多波轮转速可以达到4100转 这个声音还是比较响的 但是你作为挖矿的话 其实也没有那么在乎这个声音了 所以就让直接让它满速 显卡它也是调成了100%的转速 那么调转速了之后呢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显存的温度 还有核心温度都往下降了很多 那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 这个显存的温度稳定在了48度左右 相比于原装的这个背板 没有背面任何散热 这个100多度要强了非常非常多 由于我现在测试呢 这个3090也作为输出 所以它这个挖矿的算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它只有124点几 如果它作为一个纯挖矿不输出 它是可以跑到128的 并且温度也是这么低的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欢迎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